他是交友网站的托 想和他聊一封邮件 需要给网站400元 但有一个男人 每天聊15封 持续5年 为网站贡献了1000万 女人说自己于心不忍 绝对有罪恶感 趁着辞职之际 想委托眼前的便利屋老板多田 帮忙找到那个男人 当面讲清真相并道歉 多田的助手邢天说道 你可以问他地址 自己去找呀 女人把手机递给邢天 几千封邮件 有早安午安的日常问候 还有各种露骨的挑逗 甚至充满油腻的裸照 但就是不露脸 不说地址 简直就是藏在网络背后的变态男 可女人此刻 却无比想见一下对方 多田思虑再三 接下了这一单 想从邮件中 找到蛛丝马迹 几千封 他和星天越看越爆笑 这就是中年油腻男 幻想网络美女的日常雅 花钱降至 不过很快两人 还只找到了男人的踪迹 照片中模糊的铁塔 描述中还在开放的樱花 都指向同一个地点 小山镇 第二天 两人来到小山镇 一下车 便对男人满心鄙夷 心想40岁的加里顿 还住在这穷乡僻壤 还花千万取悦女生 脑子有坑呀 不过一转头 发现脑子有坑的 其实是自己 超气派的庄园 走出一个中年男人 这体态 这面貌 无疑就是他们要找的人 经过一番仔细调查 男人叫走访浩之 和他的网民小号 刚好对上 走访家是本地历史悠久的大地主 一千万只是九牛一毛 多天劝女人 反正是有钱人家的傻少爷 你没必要有罪恶感 也别去说明真相和道歉了 闹不好 引火烧身呀 可女人一脸诚恳的说 多天搓着脑袋 心想也难得你和小号能聊上 真是傻到一块了 既然接了单子 就要把活干得漂亮 多天和行天 等在走访家门口 小号一出来 多天追上去 说明来意 但小号不想见美孝 他觉得自己又老又丑又傻 一见面 美孝肯定会讨厌他 两人没能说服小号 回程的路上还在想 这大叔也挺可怜的 以后还在被其他女人骗 多天去给美孝回复 美孝坚持 他不见我 我就去见他 多天还要劝 意外的是 行天竟然带着小号来了 第一眼 美孝就被小号的 为左样吓到了 接下来 时间留给他们两人 小号说 其实中途已经感觉到 美孝是拖 但能和你这么可爱的人 互发邮件 即使拖 也很开心 一杯水下肚 小号突然起身表白了 极其幼稚的表白 害怕小号的不理智 会伤害到美孝 多天冲下来 说美孝已经给你道歉了 咱就到此为止 以后还能做朋友 这个世界太疯狂 猫给耗子当新娘 多天还没反应过来 到底怎么回事 认为两人肯定交往不好 可一段时间后 他们在街上目睹了 小号和美孝的甜蜜 接着 他们苦哈哈的干活时 美孝已经开着豪车 但小号都疯了 再然后 就是搬进高档公寓 多天和行天 只有目睹的份 这时多天才反应过来 美孝不会一开始 就是图钱吧 那我们岂不是为虎作娼 在他万千思虑不得解释 行天来了个痛快的 打电话叫出了美孝 美孝讲着近况 豪车还有高档公寓 都是小号全款 行天说道 道歉是假 你只是想让我们确认一下 小号是不是真有钱吧 如此之间 多天怕太伤人 打电厂说道 我们就是好奇问问 但他还是小看美孝了 抬起头的美孝反问 这犯法吗 我不能和有钱人交往吗 美孝再次发问 什么是正常交往 我和前男友是正常交往 结果我生了孩子 他跟别人跑了 为了养女儿 我当配酒女 忍受骚扰 当托 忍受无下限的言语 现在我和一个40岁了 还只靠父母养着的 猥琐男在一起 我付出我拥有的 他付出他拥有的 为什么就不是正常交往了 这对的多甜 哑口无言 看着美孝的背影 好像也很帅 虽然不算对 但也没有错 至于所谓的正常交往 想说的无非就是爱情 在这个缺爱的世界 哪有那么多爱情 更多的只是 身理和心理的互补 即使一开始 能山盟海誓的 溺死在爱情的甜言蜜语中 但一走进生活 不论情感还是物质 你能给对方需要的 对方能给你需要的 才算真正的爱 也才能维持这份爱